请问上师 经济纠纷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因果 比如说别人骗钱 是不是累生累世 我们也曾经骗过别人的钱 那要不要通过正常的法律手段 来解决经济纠纷 要要要 这个里面呢 也许有 也许有这个因果 确实有可能是自己国去 去抢别人的东西 现在是别人把自己东西抢走 有可能是这样 也许不是 这个也许是一个现实的 一个客观的因素 这个说不清楚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还是应该按照 这个正常的这个手段去处理 还是网络问题 请问上师 凡事皆有因果 今生我们杀生所作的恶业 是不是也能说明 被杀的生命 前世或者五始节以来 也造就了被杀的果报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也是 也是这样子 这个也有可能 这叫做轮回 这叫做轮回 我们在这个百业经和现役经当中就看到很多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有一头牛被杀了那么这一头牛他本身他自己过去也就造了这样子的业就是因为这个他自己的业这一次就被杀 那么他自己的业就是就导致他的这个这个死亡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去杀牛的人他是不是这个屠夫是不是没有罪过有罪过两个都有啊所以这叫做轮回这个恶心循环就叫做轮回 他还问我们发愿今生乃至生生世世都不杀生是不是可以断除一些因果 生生世世什么都不杀生是不是就可以断除一些 是是是那当然了 还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这个我的这个回答不太完整 比如说比如说比如说这个经济纠纷啊如果他不想追究的话那当然可以了就就送给他 啊然后就就比如说以前啊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有一个人有一个修行特别特别好的好的人他在山里啊修行那么他到山上去修行回来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销头啊进到他的屋子里面那他销头把全部他的东西都背背出来在室的门口上他们两个相见了 那这个时候他一看他还有一些东西他没有拿走就然后这个修行人就告诉他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拿走我把这个给你 如果能够这样子那当然是更好了啊那当然是更好的所以 但是我们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呢 可不可不应该说应该取这个正常的手段取易啊处理不应该这么讲可以应该这么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可以用这个呃这个呃呃可以用正常的手段去处理啊 不应该说应该用正常的手段去处理 这两个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我要准确的表达